于是在那金丹章鱼内心的怒意滔天中,许青成功地割下了他一条触手末端的小部分,差不多一丈多长,扛在肩上与队长一起,飞速逃离此地。 直至半晌后,这金丹章鱼身上的威压消散,他猛地嘶吼,想要爬起,可下一瞬他全身一颤,重新踏在了地面上。 因为在他的前方不知何时,走来了一道中年的身影,这中年满脸凄苦,手里拿着一个酒壶,一边走一边喝,正是第六丰丰主。 原本这位第六丰丰主,是七血童曾经与七爷一样的天骄之辈,属于同一个时期进入宗门,但后来他的身上发生了一些悲惨之事。 其道屡惨死,为他与独子存活下来,而他带着无限的悲愤将所有的情感寄托在了独子身上,妻子也的确是不负所望。 多年前于七血童内,也算翘楚之辈,但一次出海的历练,妻子失踪,留在宗门的命捡碎裂。 此事在当年引起极大的轰动,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凶手,成为了这六丰丰主心中无法释怀的心结。 从那之后,酒壶成为了他不离手之物。 此刻喝着酒,气苦到了骨子里的六丰丰主,走到了章鱼的面前。 最近在恋一样发气,你的眼睛很适合,给我吧。 章鱼越发颤抖,但却不敢迟疑,飞速地抬起触手,按在自己眼睛上,用力一挖,鲜血弥漫间。 他生生将自己的眼珠挖了下来,恭恭敬敬地递给了六丰丰主。 你可以滚了,在外面等你家主子。 六丰丰主接过眼珠,扔在了酒壶里,转身向着第六丰走去。 那章鱼恭敬低头,直至六丰丰主消失,他才颤抖地抬起头,飞速地回到了海里,潜入极深,远离七血童后,其身影光芒闪耀,化作了一个大汉。 两个眼睛虽都瞎了,可他的眉心此刻血肉如洞间,再次长出了一个。 此刻,他望着七血童,神色满是忌惮。 随着七血童老祖的突破,这七血童要比以往更有底气了。 他看似是望古大陆近海七宗联盟所建立的外部宗门,可实际上若干年来,七血童已经近乎独立。 底层残酷羊骨,中层乌龟散养,可一旦进入序列以及踏入高层,则七血童必定互短。 即便是七宗联盟多年前察觉,想要轮换老祖人选以及七的凤主,可效果甚微。 血链子老祖始终都在,左右逢源,七个凤主即便偶尔有轮换回七宗联盟的,也大都心在七血童。 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宗门,大汉墓中忌惮更深。 在这画形金丹大汉心底各种思绪浮现时,许青与队长分开,回到了自己的脖位,于船舱内拿出自己的竹简,在上面刻下了炎炎二字。 但却画了个圈,这代表此人不能人前杀,要等对方出了七血童,再找机会暗中干掉,如此就可避免麻烦。 又来了又来了,一旁黑色铁签内的金刚宗老祖,此刻无比兴奋,看着竹简上的名字,尤其是关注自己那里。 许青课完,正要收起,扫了眼一旁微微颤抖的黑色铁签,想到对方前段时间很是努力,于是在金刚宗老祖这五个字上多画了一下。 这一下,划在了竹简上,落在了金刚宗老祖的心里,化作了前所未有的激动与感动,黑色铁签的颤抖明显剧烈。 他觉得值了,自己之前的付出与努力,这一刻值了。 多谢,主字。 金刚宗老祖身影幻画,带着一些颤音,向着许青一拜这段时间,他觉得自己太苦了,尤其是影子多次的立功, 使得金刚宗老祖内心压力大到了极致。 他好几次修炼时都快产生心魔,有一种随时会被抛弃的感觉,此刻这一切,随着许青的那一滑,消散了大半。 而情绪激动的金刚宗老祖,此刻没有注意到许青身后的影子,此刻睁开了一只眼,在努力地观察与学习。 对于金刚宗老祖的激动,许青勉励了几句,收起了竹简后,他走出船舱,坐在那里看向远处。 他在等一个人,没有等太久,午夜时分,一道圆滚滚的身影,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了许青的视线里,随着走近,正是谎言。 他明显是喝了不少酒,走路歪歪扭扭,满脸的郁闷,甚至这一次他都没有坐在那边,而是首次一跃之下,踏上了许青的法船。 落下后,他扑通一声,坐在一旁,长塌一声。 许青兄弟,今天的事算我欠你的,实在抱歉,我也没想到师姐的这个闺蜜,竟是这种货色。 说着,黄言从怀里拿出一个储物袋,郑重地递给许青。 许青兄弟,我目前身上东西不是很多,这里面有二十万零食,算我这一次的喜意。 许青没有第一时间去接,而是望着黄言。 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? 黄言叹息,爱情这种东西,为何这么的折磨人? 我太难了,许青你知道吗?我来欠血童就是为了师姐呀。 当年,我遥遥地看了她一眼,只是那一眼,从此我的内心就全部都是她的身影,最终我决定来到欠血童,我想要让她成为我的道旅。 黄言今天的情绪,与往常有些不一样,说到这里她拿出酒壶喝下一大口,随后又取出一个酒壶扔给许青。 许青接过,一样喝了一口。 我怎么也没想到,她的闺蜜居然也是我的对手。 你知道吗?今天那小娘们来了后,一直缠着师姐,师姐都没时间理会我,我今天去找师姐时,师姐一副很心虚的样子,把我打发走了。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,回来喝酒时打听了一下才知道,那个小娘们居然要和我抢师姐。 黄言咬牙切齿,偏偏赶上这个时候,要是早几个月,我吹口气弄死她。 黄言情绪波动剧烈,许青目中露出迷惑,她对这些不是很懂,也从来没有过类似的苦恼,所以不是很理解,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,只能举起酒壶。 黄言看了许青一眼,再次叹息,拿着酒壶和许青碰了一下,喝下一大口。 你还太小,刚说到这里,黄言的储物带内传音域,剪辑速震动,她皱眉拿出,看了看后,神色顿时不悦。 同一时间,许青这里的传音域剪,也一样震动起来,许青平静地取出,随着法力的涌入,顿时其内的信息一条条飞速浮现。 一刻钟前,我补匈青丝宣布接到巡查部球员,有外宗筑机强者回去饮水部,弟子伤者众多,巡查部前往,其部长被重创,鱼等被镇压。 宣布补匈青丝应援而去,无法阻拦,一样被镇压在内。 对方要求,让176岗饮水部黄言,即刻去见。 此事超出我等能力范围,请傅斯定夺。 许青抬起头,望着身边的黄言,此刻黄言一样面色难看地抬头,与许青目光对望后,露出歉意,随后默然起身,一晃之下走出法船,直奔引水部。 许青望着黄言的背影,想到了当日在遛风铺子内的一幕幕,又看着因自己之前没接,所以临走前悄悄放在一旁的储物袋。 黄言是个仗义之人,许青默默地站起了身,向着引水部走去。 他的速度比黄言快,所以不久就看见了远处奔跑的黄言,而许青的到来也让黄言沉默后,冲他露出笑容。 你怎么来了? 引水部报案,我自然要去。 许青一样笑了。 许青,你是个很特别的人,我来七血童这些年,实际上一个朋友都没有,我眼里只有师姐可这一年来,我有了你这个朋友。 我的朋友很少很少,黄言深吸口气,没有继续说,努力奔跑,在许青的陪伴下,距离引水部越来越近。 引水部在176岗的建筑,造型是个帆船的模样,此刻在他们靠近的刹那,一股惊人的波动从前方引水部内,忽然爆发。 帆船建筑,直接就从中间崩溃,四分五裂扩散开来,一道黑色的身影从内瞬间冲出,速度至快无比惊人,直奔黄言这里而来。 许青眼睛眯起,体内命火点燃刹那开启炫耀态,一步走出在了黄言的面前,右手抬起狠狠一挥,顿时黑色火焰大范围的散开,与临近的黑色身影,直接就碰到了一起。 巨像传遍四方,那黑色身影一个扭曲,出现在了一旁的碎石上,正是之前与许青交手过的黑衣少女炎炎。 怎么又是你?黑衣少女盯着许青。 许青目光从炎炎那里掠过,看向破碎的银水部,她看到了那里至少有上百三个丝的弟子,七到八歪地躺在那里。 一个个都中窗,但却没有死亡,在其内,许青还看到了小哑巴。 许青目光扫过,面色阴沉,又望了望四周。 不用看了,以我的身份别说是没杀人了,就算是杀了人, 你认为这些山下你们阳谷的弟子,会有人来阻止我吗? 从我来到这里出手到现在,可没见有人阻止哦。 黑衣少女望着许青的脸,舔了舔嘴唇。 不过我没想到,你居然进入了七血同的序列,这样的话有点难办啊。 你错了,许青淡淡开口。 纵门之所以没对你出手,是因你的这件事,归属补凶丝负责, 在我没有上报前,这里依旧是补凶丝负责。 说完,许青右手抬起,捏碎了一枚属于补凶丝的信号御剪, 下一瞬这一道强光从碎裂的御剪内升空, 在这黑夜里,直接散出七彩之芒,汇聚成了一个凶字。 与此同时,许青的声音回荡八方。 补凶丝第七条款,外宗修饰或乱组成, 补凶丝可将其缉拿,宣布补凶丝所有队员听令, 封锁176岗,缉拿此凶。 继续写。